Hello 你好 我是Eason 張浩君 如果你才剛開始要學游泳 然後覺得太累 然後常常搶到水 那你算是來對地方了 在游泳的旅途中啊 掌握水的浮力還有呼吸技巧 是我們最重要的基礎 那通過今天浩君給你的教學內容呢 我們將深入的去了解 如何在水中去感受浮力的同時呢 提升我們呼吸的控制技巧 讓我們一起踏上這一段 充滿信心還有成就感的游泳之旅吧 大家好 歡迎來到浩君的YouTube頻道 這裡是一個專注於分享游泳 健身還有心理健康的地方 如果你也喜愛這些內容 請記得一定要點擊下方的訂閱按鈕 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這樣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新發布的影片通知 你的支持呢 是我不斷創作的動力喔 最開始練習因為很多人臉部可能都沒有找水 那最開始就是用嘴巴吸氣 然後用嘴巴在水面上用力的吹 看看是不是能吹出一個小水坑呢 第二個練習呢 就是嘴巴墨水吹氣 跟剛剛一樣在上面用嘴巴吸氣 然後之後呢 我們就在水面上就可以吹氣 然後一邊把嘴巴放到水裡面去 看看能不能在水裡面吐出一些氣泡 那第三步呢 就是我們要改成嘴巴吸氣 鼻子吹氣 一樣我們可以在嘴巴吸完氣之後 先在水面上用鼻子吹氣 然後慢慢的把鼻子也放進水裡面 那當然很多人如果一開始不習慣的話 可以試著很用力的像醒鼻涕一樣 很快的把鼻子放到水裡面去 這樣我們之後就可以避免就是鼻子進水 那所有的吐氣的練習 不管是嘴巴吐氣還是鼻子吹氣 那我們都有三個變量 哪三個呢 第一個就是我們可以控制呼氣的長度 那也許一開始你只能在水裡面呼氣一秒到兩秒 但是後來一次可以呼三到四秒或者是更長 這是第一個變量 那第二個變量呢 是我們臉還有頭墨水的深度 一開始我們是不是只能在水上面吹一個小水坑 但是後面呢 我們可以慢慢的越來越深 升到最後可以把耳朵都墨到水裡面 這是第二個變量 第三個變量呢 是連續不斷的次數評測 之後呢 我們要練成慢慢的能夠連續有節奏的在水裡面吹氣 這是第三個變量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開始呼吸技巧裡面 液氣 悶氣 悶水的環節了 我們之後呢 就統一用嘴巴來吸氣 嘴巴閉上 鼻子也不吐氣 然後我們一樣遵循剛剛深度的這個變量 從嘴巴墨水到嘴巴鼻子墨水 到最後整個臉 甚至是耳朵都墨水 然後來進行在水裡面不吐泡泡的悶水練習 我們可以盡量的延長我們的時間 延長時間還有深度 這兩個變量呢 都要逐一的慢慢的去突破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呢 隨著我們最後進階到我們可以悶水十秒的過程 我們就可以慢慢的把我們的耳朵還有身體往前輕 因為空氣會比水更輕 所以我們的人如果身體充滿了氣 你再往前輕的話就會很容易浮起水面 我們可以試試看這個效果 有一個要點呢 是我們悶水悶到我們準備要起來 之前呢 我們要在抬頭之前吐泡泡 把泡泡快速的吐一些吐掉 然後再抬起頭來 但因為我們正常換氣的時候都需要先悶氣 然後之後我們要吐一點氣泡在水裡面 然後抬頭的時候重新補進新的氣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在水裡面先吐一點氣 然後再上來的原因 在繼續觀看內容之前呢 如果覺得這個內容很有趣 或者說你有所收穫 不妨在這裡先給浩君點一個讚 除了是對我最好的知識外 也能幫助更多人一起發現這個頻道 一起共享這份快樂還有知識喔 這個環節呢 我們來分享一些呼吸控制的技巧 跟行走搭配的練習 我們剛剛教過吐泡泡也教過液氣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不管是吐泡泡 連續的吐泡泡或者說連續的燜氣 我們都可以透過像是第一個是橫著走 橫著走或者是直著走來搭配我們剛剛所提及的兩個部分的呼吸練習 或者說我們可以原地的跳躍 讓身體能夠適應更深的水深 這些都是一個很好 能夠提升我們在不同動作裡面還能正確呼吸的一個方法 那記得喔 有正確的呼吸 才是我們往後能奠定成功游泳的關鍵 潛水的練習呢 你可以借助泳池的這個下水的欄杆 然後抓著欄杆往下爬 因為你的手會握住它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開始會浮起來 我們就盡量的慢慢的爬到越來越深的位置 去適應水中的深度 並且在這個越深的位置中呢 我們保持閉氣燜水 保持閉氣燜水之後呢 我們可以再試試看另外一個練習 讓所有的泡泡慢慢從身體吐出來 來感受一下我們身體浮力的變化 在水裡面是不是會慢慢的下沉 這就是今天所有的內容 正確的呼吸是成功游泳的關鍵 而水的浮力呢 則是自由自在在水中遨游的基石 透過這次的學習呢 相信你已經可以更了解 如何在水中感受自在的呼吸還有浮力的技巧 下一集呢 我們將實現用最優雅的方式 在水中出發前進 將你的滑心技巧呢 提升到最高的水平 浩君呢 會演示如何使身體保持最佳的流線型 以提高我們的游泳效率 讓我們一起繼續努力 享受游泳的樂趣 同時建立更深厚的水中信心 讓我們和呼吸困難說再見 迎接接下來更精彩的水中冒險 感謝你的觀看 如果你也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務必留下你的評論和反饋 讓浩君知道你的想法 同時也請點擊下方分享按鈕 分享給你喜歡同樣內容的朋友們 讓更多人能夠支持我們 期待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